違賤的爭議 我作為違賤當事人 我拍得乾乾淨淨喔 我拍得乾乾淨淨喔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阿曼大家好 我是蘇坦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最近喔 黃國昌喔 法學博士嘛 教法律的一個教授嘛 然後現在他是當民眾黨的部分區候選人嘛 他一直在打賴清德 就是說賴清德就是這樣子在欺騙全民嘛 賴清德明顯違法 賴清德明顯違法 監察院別帶包庇 監察院別帶包庇 我們看一下 其實黃教授黃國昌 他自己也有違賤喔 我後面這一棟就是 所以就是他當一個騙子嘛 跟他的祖師爺柯文哲一樣 柯文哲把特農地當作一個停車場 那黃國昌他以前也是在國有地上面 做了一個停車場 然後他說 他猜光光了 他所有的違賤都猜光光了 我們看一下這一部影片 違賤的爭議 我做人違賤當事人 我猜得乾乾淨淨啊 讚卡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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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黃老師的猜光光 就是只有部分的地方就是做一些綠化 部分的地方有一些修飾 但是最大的違賤 餅樓加蓋的 他動都沒有動 所以黃國昌是不是跟柯文哲一樣 是個騙子 請各位在留言區留言 那今天我有邀請一位特別來賓 對就是新肥市議員 你好 你好 你可以大概跟各位觀眾們 介紹一下這個違賤 其實我們今天來這裡 雨很大 然後我剛剛把我的鏡頭毀了 真的很可惜 我們過戲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稍微把我這樣子拍嗎 我現在整個濕 因為我整個掉到戲裡面了 所以 昂貴的器材回了 為了台灣 為了讓台灣人知道 民眾黨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政黨 跟他們的候選人 部分區候選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副德性 所以今天的畫質可能不太好 因為後面的東西都用手機牌 那今天好 你可以大概跟各位觀眾們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違賤的一個白龍去買 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做把違賤開到滿 占用國有地 標準的 大家看到後面本來有一個擋虎牆 一個蛇龍 原本黃國昌的家裡 占用到國有地 就是在那個擋虎牆上面 那因為呢 後來被檢取之後呢 所以把後面占用國有地的部分 先拆除一部分 但是他家的違賤是從一樓到五樓都有違賤 大家知道嗎 老秉賤喔 40% 就100坪的土地只能蓋40%的面積 他們家把它蓋到120% 蓋到滿出來 所以大家看到後面 12樓上面 以前有佔用國有地的部分 目前是先拆掉 但是呢 其他60%呢 他們現在就是像後面這個 廚房這個區塊 有鐵皮的部分 那個都是屬於違賤 另外呢 二樓三樓突出來的後面 陽台房間呢 還有到五樓的頂樓加蓋 這個都是違賤 所以每一層都有 每一層都違賤 就說嘛 100坪裡面只能蓋40坪的 健庇率老秉賤 他們把它蓋到滿 一樓甚至把它蓋到120% 就蓋到外面 所以呢 全台灣最大違賤 最嚴重的違賤 莫過於此 你是法學專家法學博士 就是立法委員 然後你告訴大家說 哇 在立法院執行人家的時候 說他佔有國有地 要不要拆政府 要不要負責 結果是你家裡 這是最嚴重的一個代表 他這裡有存在 像有國有地的問題 之前有 後來因為我們揭發之後呢 他就想說 先把後面那個部分 佔用的部分 先先行處理 把它拆掉 那目前唯一的部分呢 是屬於他們家裡的 大概是他們家裡的區塊 但是家裡的區塊 即使也沒有合法 也都是 既存違建 就是舊的違建 真的 而且在選舉之前 就報這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樣子 一直在打賴戶的老家 然後自己 像是柯文哲有那個停車場 黃國湯有這個 然後侯友宜該那個剝皮寮 就是自己到的方面 也有一些問題 然後一直在打賴戶的老家 我覺得真的這個行為 背景完全不一樣 沒錯 因為這個是 這個在戲子裡面 還算是有一些價值 而且自己在 家裡都住在這裡 是 那 占用伯友弟就先不講 他整個連帶附近的鄰居 對他們家裡 是覺得說 怎麼會 出來危害眾人 所以大家都 提到黃國湯都沒有一句好話 但是我們相同去看 賴清德老家 旁邊的鄰居 都一直出來幫忙講話 那可見則真的是 德不負必有理 所以採觀光 根本就是沒有猜 好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個人類人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跟留言 像這樣就說 在這裡肯定下面 會有非常可憐 感謝這兩個玩樂的名字 拜託拜託拜託 我為了拍這個東西 我透露我的氣增又壞了 好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再見 各位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應該有發現 台灣民眾黨裡面非常多片子 從柯文哲到黃國昌都是 一方面他們抹黑別人有違建 另外一方面 自己違建一大堆 而且根本就沒有拆 一個人特農地 可以長出遊覽車 另外一個人說 把違建拆得乾乾淨淨的 實際上他的違建還在 我去拍黃國昌違建的時候 有經過一個消息 我跌倒了 感覺那個地方磁場真的很不好 那個消息裡面 感覺上也是有妖怪在故意的 讓你走路不平 我的相機跟鏡頭都毀了 但是 當天也有很多很熱情的粉絲 願意提供一些贊助給我 包括金豪議員 我真的很感謝 這樣換氣才會不會覺得那麼的痛 也再次感謝各位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再會啦!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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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得乾乾淨淨淨啊